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 不容易 等一下就没了啦 今天他有再可以卖的 原来已经半个月没蛋卖了 瘦的啦 五福离门 有蛋进门 这家鸡蛋行挤满的人 因为等了半个月终于有蛋了 七大叔八大姨都赶来了 那你后面没了 都没有了 可以就没了 没了 早上都抢完了 没抢完了 还什么 好可怕 别挑了 有蛋就要偷笑了 不看看才几点 老板娘已经举牌 白蛋卖光了 鸡死掉还是人家藏起来 搞不清楚 老板姓很苦啦 蛋本来就跟水果一样 会涨会叠嘛 怎么搞得让老板姓 在那边排队 就很痛心 很痛的 不要这样 对 那看到有蛋经过 就赶快买 培根蛋 火腿蛋 蔬菜蛋 早餐店老板娘 你的蛋饼里面还有蛋吗 最近叫得到蛋吗 大概长期配合啦 就做生意的 他可能优先给我们啦 对 那下钱呢 下钱呢 下钱就一直涨啊 很恐怖耶 都快翻倍了 因为他每次来的时候都 我下次要涨 然后下次来又说下次要涨 鸡蛋批发价步步高升 从去年十月最低点 美金三十二块半 到现在一月 已经飙到四十七块 短短三个月 涨了快百分之五十 农委会说天气冷 下蛋少 禽流感 鸡不饱 会掉南部的蛋 北上支援 鸡蛋升南国 春来发几颗 真的够大夹克吗 要自己养鸡好了 来不及啦 没乎啊啦 华氏新闻黄敏慧 方琴年台报道 我是林一文 想要关注体育的朋友们 记得收看五二动起来 然后还要订阅我们的 YouTube频道 赶快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